有社會故事的聲音 家人的感情 香港人的心聲 同學們的看法 老人家的身屬 弱勢社群的需要 各行各業的困難 留下離開的抉擇 聽見社會的聲音 看見社會的故事 就會即即刻刻回回應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香港有一個鼓勵同學的廣告 打球先來下雨 比賽先來咬柴 穿新鞋先來踢花 考試先來失手 臨過關先來跳劑 做Project先來玩失蹤 空腿先來沒早餐吃 空腿先來沒早餐吃 或者人家覺得這些只是芝麻綠豆的小事 但是你認為這些是大件事 足以令你想結束生命 請你停下來 靜一靜 想一想 生命好貴 不要浪費 這個特輯的名字就叫做生命好貴 不要浪費 我想問問我身邊的香港心理衛生會的教主任Ivy 你怎樣看這句話 的確是 生命是很重的 我想尤其是我自己是社工出身 生命的份量真的很重 我們其實是很緊張每一個生命 正正是因為我們很重視每一個生命 所以我們是投入在這個工作 最近有一個調查 發表了他們的調查的結果 就發覺全港的憂鬱症和自殺的想法 在不同年齡組別和性別都是有所增加的 我們首先講一下憂鬱症 基線就是1.3% 在最近期間是一升升到9.1% 就是由1.3%到9.1% 一個這麼高的水平 Ivy 你怎樣看這個數字 這個感覺很複雜的 因為的確一定會有上升 因為社會的氣氛 或者身邊一些環境的因素 絕對會影響到我們精神健康 我們的情緒狀況 但是另外一個我會驚訝的 就是確實有一個數字在告訴你 好像我們真的需要很多關注 感覺是複雜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現象 確是很多人受到情緒的困擾 我不敢說是否全港所有地方 每個人都感覺到這種震撼 我肯定在我周邊 無論我一些個案 或者我身邊一些朋友 家人都一定受到影響 我們自己社工裏面都會有 我們自己本人 都一定有情緒的影響 剛才你說 有些人可能覺得自己的命 不是很值錢 但是我們真的不是這樣看 所以我們很關心他們的精神健康 或者我們的心理健康狀況 剛才提到那個是憂鬱症 就有1.3 然後升到近來是9.1 另外一個就是自殺的率 基線是1.1 到最近這兩個月是4.6 都是有研究以來的最高 自殺和抑鬱症的關係是怎樣的 有很多人將自殺和抑鬱連繫上來的 其實抑鬱症其中有一個病徵 它就是一個自殺的念頭 它未必需要一個行動的 我講的念頭就可以 有時候有一些個案 它可能會說 不知為何站在馬路邊 我很想衝出去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念頭 我們說這個可以是一個病徵 但是不一定是每一個抑鬱症的病人 都會中這個症狀的 所以普通人他遇到一些情緒的狀況 他都可以有自殺的念頭 稍後說 是不是所有自殺的人 都是有抑鬱症的底的呢 剛才我這樣的演繹 就是我們不可以這樣界定 因為抑鬱症有其中一個病徵 就是自殺的念頭 但是有自殺的念頭 是不一定有抑鬱症的 我們現在很直接想問 香港心理衛生會的教主任Ivy 有幾個是我們很貼身 亦都很貼心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容易傾向自殺的人 是一些什麼的人 我們說當然跟他們的成長背景有時有些關係 就是一些人生的經歷 但是我們說有些人士會高風險一些 其中一件就是他如果曾經有一些自己傷害自己 或者自殺的歷史的話 其實他們的風險會大一些 亦都是更加需要關注的 如果他半年內曾經自殺過 是非常危險的 身邊的人就不要覺得 其實他試過他不成功 那就會很珍惜生命 或者他會放棄 這個向導是不正確的 曾經有自殺念頭的人 亦都是這個時候 亦都是高風險的時候 是嗎 因為這個亦都會令到他們的情緒上 一定會產生一些變化 大家都可以理解 所以如果他亦都曾經試過 那他人生可能亦都有一些經歷 那最近的事件 會令到他有一些抑鬱的狀況 或者覺得無望 或者覺得那個無力感很重 甚至乎我覺得自己其實都沒有什麼用 就是不知道怎樣參與 或者我參與好像都沒有作用 這樣如果有這三毛 其實都是幾危險的 都是一些高危的人士 我們說是 可否再說一次給我們聽 哪三種毛 第一種毛就是無望 沒有了希望 第二種就是無助 第三種就是無力感 無望 我們從市面就知道 沒有希望 其實久不久都沒有什麼希望 是 本來想去哪裡玩 誰知道拿不到架 沒有什麼希望 剛才你說我們請不到架 可能我們會有失望 但可能我們說這種無望 可能是一種絕望 什麼叫希望呢 本身 其實就是說你應該是很有目標的 而那個目標 你應該是有方法可以達成得到的 而且你有個信念 有個堅持 是可以透過這些方法去到這個目標的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們經常說 大家都討論的 就算說上樓也是 買到樓 買樓可能是一個目標 我都打算買樓 但有些人說 都不用想了 其實他不想這個目標 年輕人很有絕望的感覺 其實都沒有可能的 其實是無望的 有些人就不同一點 我都想買樓的 以前的年代 我們家人還會告訴你 你勤力一點做事 你有出路的 你勤力一點做事 賺多點錢 你會買到的 可能今時今日 我們身邊的人會告訴你 無論你多麼努力 你都追不到樓價 你都追不到通脹的 這些信息都讓我們知道 是沒有希望的 這種無望感 堆積起來的時候 會推向一個自殺的邊緣 是啊 無望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當然 我們剛才說到 因為有三毛 還有其他的助力 好 無用 很多父母都會說 你都沒有用的 我生個叉燒 那個就生你了 或者被你的上司說得多 其實這個無用感 是怎樣會 巨大到 會將一個人推向自殺邊緣 我們在說 覺得自己有沒有用這件事 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 在家庭上 我們在工作上 在每一個地方 我們都應該有個角色 但是呢 可能有時我們失落了這個角色 譬如剛才說 媽媽說你沒有用的 可能覺得你做子女的角色 做得不理想 成績不好 是的 成績不好 那個學校就會覺得 可能你做學生 不理想 沒有用 那如果到你工作的時候 老闆都覺得 其實請了你 等於沒有請的 或者他對你很多 很多的批判 你覺得 我在這份工作好像 都沒有什麼作用 這個不是職業 是有多高貴 低級些 這個是任何一個人 在不在那個地方 找到一個價值的問題 我們最近有一些 社會運動 那個風氣上 我們是在爭取一些東西 是不是 我們能不能爭取到呢 也都勾起了一個蒙望 原來我做這麼多東西 沒有改變的 我一心以為有改變 我參與的角色在哪裡 或者有時候我很害怕 我不做那件事 那我是不是很沒用呢 人們都會有這種疑問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 我們說 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個角色 看不到自己的價值 也都會推向死亡 最後一種無 就是無力感 無力感 無力感跟剛才的無望和無用 有什麼不同 我想無力感 最主要的主線就是 你能否感覺到被支持 很孤單 是的 一個人孤軍作戰 那個無力感 沒錯 永遠都是 有同伴一起 那些東西就開心一點 氣氛又好像好一點 那無力感有時候是怎樣 你覺得不行 都想找一些人幫忙 但是身邊的人 沒有人幫到你 我找不到一些支持 其實是很大的無力感 當然 生活上 或者我們整個社會的氣氛 有時候都會製造這種無力感出來 無論你做多少事情 就是剛才說 原來都沒有什麼作用 也都會加添了一份 身邊的人都很支持 但他都沒有什麼幫助 可能只是可以說一句 但是起碼都會有些支持 是不是 但是我們有時候 需要一個強大的背景 有時候需要強大的支援 有沒有感覺到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我們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都是一種所謂的感覺 如果你感覺不到這種支持 感覺不到這種的 用處 是的 用處 感覺不到有希望 其實也是在推向自殺 你正正就是 我們剛才演繹的三毛 你會想 生命是不是真的很貴呢 他們真的會有這個疑惑 你是不是很不開心 你覺得很大壓力 是不是很痛苦 讓我們一起陪著你 聆聽你的心事 聆聽你的心事 生命很貴 不要浪費 生命很貴 不要浪費 一個人 如果他已經是想著去自殺 之前會有什麼徵兆 我們會看到的呢 譬如這個人 可能是我的同伴 我的同學 我的同事 甚至是我的家人 我們要留意一些什麼 就發覺 不妥了 他可能會自毀的行動 作為身邊的人 我們針對幾類型 我們說自殺 其中一類就是 如果他有計劃的 即他一直都醞釀著 在想著的話 我們說其實應該有即可尋 包括一些什麼呢 例如現在很多的社交平台 他可能會發放一些很負面的訊息 你感覺得到的 是嗎 是呀 我們說要認真對待 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相片 我想大家知道現在 放相片都已經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信號 另外就是 他有沒有一些特別 跟以前不同的行為呢 例如 他無緣無故交代身後事 其實都是一些訊息 例如 他很喜歡一隻狗 無緣無緣無故 你先幫我看著 又不是要去旅行 那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多問幾句 可以關心一下 另外就是 我們說他的情緒上 跟以前很不同 這個都是需要 就是要 就是要關注突然之間 個人懵惰一些 或者個人 整天的情緒很低落 那些 這些都是值得關注 突然之間疏遠一些朋友 或者他平時很疏遠的 突然之間見了所有人 就是很熱衷 要見到不同的朋友 或者不同的圈子的人 那這些都是要靠大家的觸覺 因為 你才是最認識他的 他有沒有一些事情不同了呢 這個是需要關注 那另外一件事 我們就說 他有沒有濫用一些藥物 或者酒精 我們講的藥物 未必就是去到 解那種吸毒 因為有時我們受情緒影響 睡覺會不好 有些人覺得 是想不到怎麼辦 不如買安眠藥 或者經常頭痛 食指痛 是的 如果身體有些不舒服 都會令到他們 加劇了一種不開心 我想我們很明白這種感覺 就是 你身體有很多不舒服 你自然的人 就真的會很厭世 沒有什麼希望 覺得 都不知道怎樣會好 這些其實我們都要注意 很不正常的東西 跟平時很反常的 或者跟平時很不一樣 很不一樣的東西 你就開始要留意 他都感覺到你關心他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的 就算他不是真的有這個想法 你關心了他 都沒有吃虧的 至少個人感覺被關心 剛才我們說了一類的人士 如果你發覺他做了這些行動 你覺得他是不是在想自殺 其實你可以直接問他 你說得很不開心 或者你有很多東西轉變 他有沒有想過自殺 或者想過死 可以直接問 可以直接問 我們不需要怕會不會勾起 我們試過很多次示範 你無緣無故不想做那件事 我問你 你想不想做 你不會突然說 那又很想 不會突然很想 我們很忌諱這件事 我們很害怕 反而其實是我們自己很擔心 你越擔心 你就越尷尬 越尷尬 越問得不自然 其實那個反而是更影響的 而不是你直接去問 當然我們不是叫你 一看見他 很沒禮貌 你是想死嗎 當然不是 這是一個關心的語氣 同時你一直在陪他講的 現在的狀況 他感覺到這個關心 而你又有些了解他的負面情緒 你有這樣的疑惑 或者你有這樣的接受 你可以去肯定一下 如果他說他真的有想過 也不妨問他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計劃 例如他用什麼方法 或者他有沒有一些特定的時間 他也很害怕 我不敢問 我真的很害怕 但如果你覺得 你不準備好去問這件事 你未必需要 是那一刻的 但我會問他 你會不會有一個沉死的念頭 但他有 我就開始想想 會不會找社工 像Ivy那樣的人去幫忙 我們都可以了解他 具體先 同一時間 我們多一個資訊 當然你這個時間 應該就是 嘗試看看可不可以陪他 一起去找到一些專業的協助 讓專業人士可以做一些介入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說 我們有時都會忽略了 有一些人士 可能有自殺的想法 但我們很少會留意到的 原因就是 他可能做平時差不多的事情 遇上過活的 他對這個世界好像就是 不是很投入 不是很參與 譬如我上班就是上班 譬如人家說起一些話題的時候 未必他會特別的雀躍 很抽離的 是有些抽離的 好像發白夢 人的身體在那裡 但那個精神不在那裡 所以有那種狀態 其實我們要敏感多一點 因為我們說 有很多時候 有些自殺的情況 就是他們 一下子 一個衝動的念頭 就完成了 但是之前他是一定有醞釀的 就是他覺得對這個世界 是有一種抽離感 他已經不是很可以在那個現實的裡面 他是危險的 我們說的 所以我們可以留意多一點 不過我們沒有這個責任 要幫人背一條生命 但是我們可以有能力範圍內 我們就做一些事情 還有一種牽涉自殺或者死亡的 就是一些他很想有人關心 他就可能會透過一些自我傷害 或者自殺的說法 就是想有人去關注他 我們說 其實這個都可能是一個呼求的信號 就是他很想有人了解到他這一刻那種沉重 那種傷痛 有很多時候他們很不開心 但是他不知道怎樣表達 都說不到給身邊的人聽 可能他唯一就是告訴你 我現在想死 你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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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說 就算身邊的人 他是經常提這個 我們都不要當他開玩笑 我們都真的要重視 因為那條是一條生命 他這個是訊號 沒錯 你不理他 他真的會做出來 沒錯 當然我們不想去到最後一刻 你出現這個信號 我就關心你 我們想平日你都可以關心一下他 因為可能他生命真的有一些創傷 真的有一些事情他很不開心 其實就需要我們可能是同行 或者我們陪著他 如果我們可以平日給到一些關心的話 可能他不需要去到一個這麼大的求救信號 所以我們說要認真對待 這一點我們就是要留意一下 香港有一個鼓勵同學的廣告 打球先來下雨 比賽先來咬柴 穿新鞋先來踢花 考試先來失守 臨過關先來挑戰 做project先來玩失蹤 空肚先來沒有早餐吃 或者人家覺得這些只是芝麻綠豆的小事 但是你認為這些是大件事 足以令你想結束生命 請你停下來 靜一靜 想一想 生命好貴 不要浪費 故事的食物 Show Podcast